大力神存在了数百亿年 它也创造了许多值得保存的记录和宇宙之最 可观测宇宙中最大的东西 大力神日缅长成星系 它的长度达到一百亿光年 而可观测的宇宙长度是九百三十亿光年 这意味着 大力神日缅长成星系的大小 基本上是已知宇宙的十分之一 宇宙中最快的飞光实体 布拉扎尔喷流和宇宙射线 它们的速度接近光速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布拉扎尔喷流实际上是一种气体球 这些物质从炽热的星系中喷射出来 科学家们还发现 星系碰撞时产生的某些宇宙射线 其发射速度也达到了光速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于是 它们共同成为宇宙中最快的飞光实体 宇宙中最大的系外行星 第一NISP-082303-1-491201B行星 这个行星的质量是木星的28.5倍 在体积和质量上 都是我们已知的行星中最大的一个 宇宙中最大的恒星 大犬座 它离地球3900光年 也被称为红色超巨星 一艘已光速飞行的飞船 用14.5秒就可以绕着太阳的周长飞行一周 但是 要围着这个最大的恒星飞行一周 则需要六个小时 宇宙中最小的恒星 OGLE TR-122B恒星 它仅仅比木星大20% 而木星是一个行星 所以 它几乎是和众多行星是一个重量级的 除此之外 科学家还希望发现更小一些的恒星 最大的黑洞 霍尔姆15A是最大的黑洞 它有大约400亿个太阳的质量 据估计 它甚至可以覆盖银河系 所有恒星的三分之二 宇宙中最热的行星 凯尔特9B行星 它是我们宇宙中发现的最热的系外行星 其燃烧强度为4315摄氏度 好在 这颗行星距离地球 大约950光年 所以 完全威胁不大人类的生存 宇宙中最冷的行星 OGLE2005BLG390LB行星 它的温度 大约是零下223摄氏度 有趣的是 这个行星非常像地球 它甚至还有大气层 但是由于极低的温度 让人类对它近而远之 宇宙中最古老的行星 PSRB162026B行星 它的年龄可以追溯到127亿年前 几乎是宇宙诞生之初就形成的行星 因此 它也被称为创世行星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请记得点赞和分享 感谢您的收藏